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来看高雄市议长许昆元坠楼身亡 但这个王浩宇呢脸书上这篇贴文引发了众怒 很多人觉得他太过冷血 桃源市国民党议员詹江村跟杏仁哥集结了群众 在今天下午前往王浩宇的服务处唱抗议杂弹 警方不敢答应提早到现场戒备 但现场仍然一度失控 最后杏仁哥还有两位民众被警方强行压上车带走 民众非常不满认为警方执法过当 偏袒王浩宇 杏仁哥和抗议民众被警方团团包围 好几只手拉住人强力压走 杏仁哥被好几名远警驾驻 几乎动弹不得 算一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名远警强力镇压将他硬推上车 现场民众一直高喊 痛凭远警根本执法过大 罢免王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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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免市议长许昆源坠楼身亡 王浩宇脸书一篇po文引发纵怒 桃园市议员湛江春杏仁哥等人 今天下午前往王浩宇服务处抗议 现场聚集大批民众情绪高昂 砸蛋抗议 杏仁哥和其他两名民众 遭警方给押走 警方已要确认身份将杏仁哥嫁走 被认为目的就是要让现场民众群龙无首 任何对于挑战脱续及违法的行为 警方将依法检办 绝不宽待 过去各种澄清抗议活动 不论是国民党 民进党或是社运团体 都曾有砸蛋的行为 但是没有把人强行驾走的情况 这次警方大动作将杏仁哥强行驾走 被民众认为执法过当 也被现场民众质疑是替王浩宇阻挡成抗 让现场不断出现抗议声音 记者综合报导 除了王浩宇把这个死讯恶意连结之外 还有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他也转发了新闻连结 那么下面写 吓死人是有毒狠大吗 对于这样冷血的连结 网友怒批之外 连民进党自家人也不挺 同时国民党市议员徐晓鑫大骂 说这两个人真的应该要开除党籍 不过民进党强调 在第一时间两个人已经道歉了 接下来没有进一步的惩处 下台 举标语撒名指 愤怒的群众聚集高喊 要在脸书发文酸许昆元的 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处免道歉 但只见服务出大门紧闭 镜头转到议员办公室 请问议员在吗 悄悄助理来应门 但一看到记者直接门一关 应深深所上 梁文杰持续省影 以时间换空间 我不知道谁是梁文杰 曾同在台北市议会的前同事 勾家瑜跑给记者追 是真不认识还是不想承认 尤其另一位同样在脸书恶意连结 曲昆元之死的民进党议员 王浩宇更是打出了嘴硬牌 其实根本完全没有 就是攻击或批评的意思 我只是感到非常震惊 王浩宇他已经是三度 是针对往生者去做这样子的不当发言 现在他是市议员等级 是党公职人员 在对人家的离开 做出这么缺德的发言的时候 是不是要比照办理 要直接开除党籍呢 从两年前发文 以八百减一 酸谬得生 还曾说好伯村的过失 是早死早省钱 王浩宇消费死者的记录 早不是第一回 特别轟他回 全国不分区议员 有些人在脸书上那个写 那个就 那个对台湾社会的和谐没有帮忙 那是绝对是不对的 不止柯文哲看不下去 蓝英也痛批 应该要开除党籍 对此民进党缓家 腔调两位议员 第一时间已经做出处理 只是这样的态度 民众能否接受 也备受选民考验 记者姚家鼎 成为约 SA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韩国瑜的罢免案通过之后 现在似乎点燃了各地的伴火 那么高雄罢免 实力的黄洁 脸书社团又宣告要重启联署 而且现在目标不止黄洁 还有其他民进党等 绿营的议员跟立委都要罢免 那么罢免黄洁总部 今天一大早 我们看到有很多民众 冒着风雨前来 人说目前连续的第一阶段 已经达标了 而黄洁本人呢 今天上午他到了 许坤源的灵堂要置疑 他是笑着走进去 但是最后哭着出来 刚开始呢大家还揣测 他是不是太过哀痛了呢 后来才发现不是 原来他到人家的灵堂 去擦着红红的口红 还没有戴口罩 后来呢被骂一顿 搞了半天 他是被骂哭的 一早到一张许坤源灵堂 黄洁开心跟媒体打招呼 没戴口罩 露出擦着口红的粉嫩嘴唇 没想到走出来 是为了一掌哭吗 是为了一掌哭吗 走出灵堂表情全变了 眼面或红眼是不是被骂 黄洁频频摇头 没想到疑似就是 被法治局长在里面呛说 为什么要来 黄洁回说可以不来吗 发声口叫 你也觉得很不吓吗 对 太大吗 没有被骂吗 不只在灵堂被呛 罢韩六号过关 点燃罢免战火 高雄下一个被发起罢免的 就是黄洁 对于这个位置我也觉得 只要是民意的展现 我都非常尊重 但希望它不是一个恶意的报复 没有理由 没有正当性这样的操作 来到凤山 罢免黄洁总部 上午就有不少人陆续连数 下午下起大雨 连数人潮依旧风雨无阻 很假 一个很假的人 那你去那边哭 对我而言是在作秀啊 不要再作秀了 当你在霸凌别人的时候 你有没有慈悲心 你有没有将心比心 根据了解 凤山区选民29万多人 罢免一间门槛是1% 约2900多份 二间连数门槛10% 29000多人 其实罢免黄洁早在2月就已经发起 当时为了怕激起罢韩对立 因此暂停 在6号罢韩过后 宣布再度重启 目前总共1万1000多份 还要再拼40天 充33000份 早上9点之后开始有人来 目前大概有 相近100个人左右了 有3000份 希望把数量累积到33000份 再去做那一个申请 除了黄洁 还有三名区各议员 包括康玉成 李宇凯 郑梦入等 也被点名要罢免 议长许坤源 在罢韩通过当晚坠楼身亡 黄洁当初力挺罢韩 如今又累撒 议长灵堂 难以摆脱 目前被罢韩团体 锁定的困境 记者高雄组合报道 许坤源的灵堂呢 目前已经设置在高雄市 殡仪馆的警行厅 那么高雄市长韩国瑜 今天现身灵堂 带着政务观念 心惊 向家属致议 也看到这个议长的夫人 太过悲痛 今天好几次几乎站不住 而韩国瑜是紧紧握着 她的双手 那么韩国瑜的夫人 李嘉芬下午两点多也来了 身旁由立委许淑华陪同 待了超过一个小时才离开 两个人全程没有发言 只是拱手跟大家致议 市长有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暑假幕前线的 机场怎么样 还不到十点 韩国瑜人就出现在 在高雄市议长徐坤元灵堂 原本戴着口罩 但在灵堂前脱掉口罩 带领三位副市长政务官们 助念心惊 韩国瑜神色凝重 向家属致议时 先是扶着一掌夫人的肩膀 接着紧握双手 希望她打起精神 再抓着夫人的手臂 但议长夫人情绪太悲痛 速度腿软 一旁都需要友人随时搀扶 任谁看了都不舍 市长要考虑下一步啊 小心小心 市长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 韩国瑜在灵堂内 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才离开 有议员透露 韩国瑜凝视着 许坤元的遗照 好几度叹气 我们侧边看到市长 他坐在椅子上就是沉默 然后就是临时那个灵堂 下午两点多 韩国瑜的夫人李嘉芬身穿全黑套装 在立委许淑华的陪同下 也来到灵堂致意 议长夫人上前迎接李嘉芬 搂着她 李嘉芬碾香献花时 议长夫人也在旁念念有词 似乎是在告诉许坤元 李嘉芬来送她最后一程 待了超过一个小时 才匆匆走了出来 韩国瑜跟李嘉芬 分别在上下午 来到许坤元灵堂 而这也是罢韩案后 首度现身 酒味露面 不发抑郁 李嘉芬显得刻意低调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好 这个疫情有限度的解封了 那么大家正来跟我已经宣布 今年的妈祖绕境 将在11号好快 就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 11点钟起假 那么会控制在800人以内 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呢 是包括工作人员 团队跟镇头 并不包括信徒 那么过程当中 当然天气很热 不过还是要戴口罩 量体温 而信徒怎么办 这个庙方建议大家 在家里面看直播 从时间点来计算 大概是13号会抵达西罗 当天晚间会住驾在福兴宫 当然这么多人的餐点要怎么办 还是要防疫 这个庙方启动了 紧急应变机制 餐饮的部分将一律赶成 发便灯 阵兰公副董事长 郑明昆和庙方人员 排排站拔杯请示妈祖 一拔杯就获得妈祖同意 11号晚上11点起假 庙方配合中央 人数控制在八百人 控制在我们大邮的周围 和台阁的所有队子 不要超过八百人 所谓八百人有工作人员 团队和镇头不包含信众 像是在绕镜中有镇头神教周边人员 和其他工作人员等等 也都涵盖在八百人以内 但该如何做到实名制人数控管 过往在绕镜过程当中呢 总是会有大批的信众 在旁边紧紧跟随 不过这些信徒 他们跟工作人员穿着 不管是上衣或是帽子 都非常的相近 也因此呢 这个备张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工作人员呢 会戴上它以方便便是 另外近期天气炎热 绕镜人员得全程戴口罩 恐怕是史上最闷热的一次 而起家宴 新港奉天宫祝寿也全取消 建议信众改看网络直播 打扫阿姨忙着清洁 香客大楼 大甲妈预计13号抵达西罗 当晚住驾服新宫 香客大楼一楼整修 庙方将安排部分信徒 改住活动中心或其他地点 分散人群 而膳食的部分也改成发放便当 以往其实都是用团扇 共食的部分改成个人的便当 所以如果能恢复的话 做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庙方改发便当 对周边小吃摊贩生意 就怕多少受到影响 大甲妈绕镜进入倒数 将考验信众的防疫措施 记者公寓得王柏英 台中云林采访报道 好看到大甲妈绕镜呢 大家也会想到彪哥 不过还好呢 他患肝手术非常的顺利 已经出院了 气色也不错 但是体力还没有恢复 医生也不建议他全程参与 所以根据了解呢 他会在一些指定的地点露面 当然大甲妈的绕镜呢 他不只是我们台湾重要的 民俗宗教活动 他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产业链 那么过去呢 我们看到从游览车啊 到住宿 到小吃 到伴手礼 整个估计呢 大概产业链可以创造 30亿元的商机 现在虽然人数缩减 但是呢 还是有相当的人 800人以上啊 那么最高兴呢 就是沿路的商家们 因为人潮就等于前潮 今天听到呢 要恢复绕镜之后 很多旁边的餐商 都已经早早回来备料了 预估呢 备的料大概要比平常多两倍左右 希望把过去 因为疫情冲击造成的损失 都能够补回来 郑安宫周边小吃炭 老板娘熟练翻烤鸡蛋糕 将鸡蛋糕烤得外酥内软 装在手朔之快 脸上笑容藏不住 你们听到这下觉得很开心 当然开心啊 很开心 大甲妈绕镜终于定案 摊伤笑得何不容嘴 心里也打着算盘 要备多少料 是否要多雇用人手 预计说就先平常量两倍 那如果不够再补 老子号刹冰店上头铺满刹冰 下头满满的料 芋圓昏桂红豆 老板一听到绕镜消息 也是早早被料 比平常会至少多出一倍的量 来补怕那些人少的量 我们这是第一次遇到疫情 这种问题 所以也不太能估算 按照以往九天八夜绕镜行程 横跨四个县市一百多间庙宇 来回三百三十多公里 沿途至少吸引超过两百万人 涵盖产业从游览车 住宿小吃到伴手里都有 一人平均消费一千到一千五百元 换算下来 一百零七年一百八十万人参与 商机就有二十七亿 一百零八年再突破 商机达到三十亿元 但也有人忧心 人数限制八百人 带来的商机有限 但不管如何大甲妈肉镜 已经排版定案 不少沿途商家都磨刀祸祸 准备将疫情冲击 损失的商机给补回来 记者李孟章 谢云正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好 七月暑假开始 我们的安心旅游补助方案 也要正式上路了 方案内容是什么呢 在这边整理给大家看 当然分成团体的跟自由 个人型两个不太一样 我们先来讲 本岛自由型的部分 那么它是每个人限定一次 一次是一千块钱 我如果一家四口 我去旅馆住房间的话 是不是一次补助四千块钱 错 因为它是以房间为单位 所以还是只有一千 那么另外 它有没有一些牌付条款 有没有年龄限制 具体该如何申请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安心旅游七月上路 不过民众到底要怎么申请补助呢 观光局说 只要一张健保卡或是身份证就可以 我们想要问一下 现在有那个安心旅游补助吗 不好意思因为现在这个专案还没有开始 那到时候如果这个专案还是的话 再麻烦你期待你的身份证 过来办理你就可以了 民众的部分呢 在6月18号可以查询 哪些合法旅宿有报名这个活动 那之后呢 就可以在我们台湾旅宿网订房 或者是直接向这些 有参加活动的合法旅宿业者来报名 那如果说是比较像 之前的秋冬补助办法的话 那相信我们服务人员 跟柜台已经有之前的经验了 7月份要上路的这个安心旅游 应该在流程上面会比较更顺畅 我们希望也可以帮饭店的住房的业绩 带到二到三成 不过申请补助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是一家四口入住 像饭店的这样一间房 是一房一天补助一千块 不是一人一天补助一千块 也就是说在本岛自由行 每人先补助一次的前提下 一家四口住四人房 五天四夜可用四个人的名义 分开申请补助 总共补贴四千元 但要是用完自由行额度 还能申请团体旅游补助吗 团自由行的部分 是每一个人的身份账号码 可以使用一次 但是团体旅游的部分没有限制 安心旅游 7月将上路 消费者想要申请国旅补助 相关问题 事前最好先查清楚 记者陈嘉伦 林恩如台北采访报道 出局玩很开心 但千万不要冒着生命危险 这个台铁急线呢 今年四月才有个意外 你还记得吗 一个妈妈带着五岁的儿子呢 要站在铁轨边 拍火车经过的照片 结果呢 最后孩子被火车撞伤 那么现在呢 又有一个 桃园这所国中女生呢 她也走上了铁轨 她想拍个网美照 最后呢 联署上她也po文 她说好可惜哦 没有跟火车合照到 她说可惜 网友看到的可是危险 大家都想跟她说 小妹妹啊 用生命来换一张美照 真是不值得 圈着洋装这名女学生已被影入境 走在铁轨上惊险拍照 po文内容还强调 真的有火车经过 称自己是驾驶 带你撞墙 最后更写上 后悔没和火车拍照 不太好 这个有点危险啊 是铁轨啊 就被撞到啊 原来这名女学生 就读桃园市立一所国中 五月下旬跟父母 还有班上其他同学及家长 一起到南投积极游玩 拍下这张照片 还在IG捧文 立刻引发网友踏罚 有人批评 女学生明明知道 有火车经过 还走铁轨当网美 也有人说 这种真的不要命 甚至有网友很酸 再这么没有危机意识 就会有警察 帮你跟火车拍照 目前教育局 是有跟学校联系 那学校这边也联系了 家长和学生 那另外也请学生 能够把这个照片 能够赶快撤下来 那在教育局的相关作为 这边我们会请学校 在招会上 进行全校性的一个宣导 实际向校方查证 校方低调回应 已经对这名女学生惩处 不过类似事件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四月下旬 一位妈妈带着五岁男童 同样闯入 急急线铁道拍照 导致男童遭列车 撞伤头部送于治疗 根据铁路法第57条规定 新人不可以在铁路路线 桥梁 隧道内通行 为着可处罚最高五万元 提醒民众别以身试法 更不要为了拍美照 拿生命开玩笑 简阳诗诗分为之 台湾报道 来看台北市一个 惊悚的死亡车祸 这名驾驶呢 他根本没有驾照 今天清晨 他向朋友借车 本来答应三个小时后归还 但这个上中山桥的时候 他开得实在是太快了 最后自己hold不住 他自己撞上了中央分隔岛 结果呢 我们看到他疑似被分隔岛 上面的防旋板 当场削掉头路之后 身体喷飞到对象的车道 当场惨死 派出所前方 一辆黑色轿车快速冲上桥 没想到车速实在太快 还没来得及转弯 就直接撞上中央分隔岛 仔细看黑色轿车冲上桥 踩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瞬间冲撞分隔岛 车体冒出浓浓黑烟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撞毁的黑色轿车 左半部几乎全毁 车壳严重扭曲变形 不仅前后车轮都不见 车门还直接卡在路灯上 开车的张信联子 已经当场倒地死亡 警方到场拉起封锁线 厘清事故原因 车祸撞击点 城市地点 以及车辆停靠的位置 都相隔一段距离 这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台北市中山桥上 8号凌晨3点多 五照驾驶张信男子 8号凌晨向朋友借车外出时 当时准备要去还车 行进中山桥往士林方向 才刚上桥 却在过弯时失控 要刹车已经来不及 先撞上中央分隔岛 再撞灯杆 就在这时驾驶被抛向对象车道 而车子直到40公尺后才停下来 所以车子失控撞上了中央分隔岛 那驾驶人呢 当场谈到对象的车道去 事后警方通知张信车主 以及死者母亲到案说明 原来双方是朋友认识十多年 过去死者多次向他借车 因为知道没有驾照 每次都拒绝 没想到这回死者不断拜托 他才借出车辆短短三小时 撞掉了自己的一条命 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这个 我们中天新闻的独家报道 再追踪 不管是谁都无法忍受 在新北市树林的这个 文林公共托育中心 爆出了有三名托育员 集体施虐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上周五 社会局又公告 其实还有第四人 总共对于幼童 进行灵虐的是四名老师 而更离谱的是 这次新爆出来的 第四个施虐老师 他也是隔壁班的 是跨班来施虐 但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没有第一时间受罚 他还若无其事的上班 消息曝光之后 家长为之哗然 严重质疑 恐怕遭到集体灵虐的幼童 还不止这一个班呢 小小孩崩溃大哭 托语员不但没上前安抚 反而一个跨步 貌似蹲坐在孩子身上 刚刚教训过小孩的托语员 炫耀般的哄嗓 而蹲坐的托语员 疑似伸手打幼童 接着粗鲁推童 还又抓又扯 孩子双脚悬空 孩子的挣扎声 越来越微弱 更离谱的是 这一名托语员 转过头来语带威胁 教训其他孩子 监视器全新角度曝光 原本看不清楚的举动 这下无所遁形 新北市树林文林公托 集体施虐名单再添一人 竟然还是隔壁班的托语员 跨班施虐 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却还照常上了一天班 才挨罚 因为监视器的角度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比较正确的一个理性以后 我们才有办法来做一些裁处 该班图语员 集体施虐 现在又爆出跨班施虐 就怕受害的不止一个班级 整间公托的孩子 都笼罩在身心受创的阴影下 介绍之何慧荣 新北市报道 公托爆发了集体领域之后 紧接着大家睁大眼睛都想看 那么这样子 我们的政府会如何处理呢 当然第一个消息传出之后 所有家长心急如焚 很担心自己的孩子 也是这个受害黑数之一 第二个我们就要看到 社会局开了一个协调会 本来协调会里面答应家长 没问题监视器公告给大家看 但后来又没有 为什么呢 说发现虐童是常态 所以集体把这个档案 交给了地检署来告发 现在就是侦查不公开 所以没有办法向家长们 公开画面 这等于是把所有的问题都交给了检警 对此家长们极度不能接受 怀疑难道想要黑箱作业吗 说好的监视器等了一周变成没有画面 家长压不住怒火 除了曝光画面 新干宝贝到底被如何对待 3号爆出新北市树林 公托虐童案 7号晚间社会局开协调会 官员一字排开 社会局长张锦丽主持 议员列席 儿科医师陪同 社会局儿童科长和承办单位 也来了 不是不给大家看影片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已经 已给地检署了 如果我要是不负责 我们就行政处分就好了 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刑事司法 才可以保证大家的权益 我们是受害家属的话 我们应该是有权利 同一看影片 你们这样的作为 让我们感觉说 你们有点在内相作一点 这个一看就知道不是个案 怎么可能是个案 社会局拿出公文收条 因为影像看到5月26号 发现虐童竟然是常态 还没给家长过目 就将影片交给地检署提起告发 但从监视器内 消失的4天呢 为什么工作的人 有权限可以去做案子 真的是不合理的吧 影像遭到格式化 可能暗藏更多未知的 受虐黑数 目前硬碟交由警方还原 但社会局当初承诺 共同检释 如今问题全数抛给检警 等待漫长 家长更是煎熬 这一阵子我小孩在学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你们都没有评论答案 记者杨庄盛 谢耀针 王运竹何慧荣 新北市采访报道 罢韩案通过之后呢 现在造成了很多民意代表 适任性遭到了点名 其中作家吴祥辉po文 他认为激进党的立委 陈柏惟最该被罢免掉 当然陈柏惟过去多次的发言 引发了争议 而很多人帮他算一算呢 发现在他这个选区 罢免的门槛 大概是七万两千多张 同一票就可以 而在立委选举的时候 他的对手 颜宽衡的得票数呢 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但今天记者询问陈柏惟 他老神在在 口气还挺呛的 他要大家试试看 但是罢掉他 应该会很辛苦 陈柏惟政府 成立内交部反制陆方 甚至指大陆挖海沙 是为了攻打台湾 他为什么这么爱抽杀 有没有可能有国安的影响 报委员可能要挖很久 可能要挖很久 激进党立委陈柏惟 屡屡爆出争议发言 现在更被作家吴祥辉点名 是最该罢免立委第一名 你看他所讲的话 低俗的 像初略的这种 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导致 所以你从陈柏惟 你看到的是一个 台湾政治文化的一种堕落 坦白讲罢免真的蛮辛苦的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我做得不好 或许可以试试看 但应该蛮辛苦的 丝毫不担心遭罢免 陈柏惟所在的台中第二选区 总选举人数29万多人 第二阶段 虚达三万人联署裁诚案 四分之一的罢免门槛 要七万两千多票 看似不简单 但2020立委选举 陈柏惟当时对手严宽衡 得票数只有十万七千多票 远超过罢免门槛 我会努力不要让自己 成为最后一名 而且在这个会期也全勤 然后在工作上该做的事情都有做 跟这个满意度最后一名的市长 不太一样 我对自己的存亡还蛮有自信 很多人对于某些议员 立委他们的言行 他们认为说 他们真的是看不过去 或者是他们认为说 他们要罢免他 这个我们都尊重 罢免后烽火四起 连带民意代表过往争议发言 掀起事任性论战 遭放大见识 记者郭先生 李佩萱台报道 好 接下来真的是烽火连天 所谓的报复时的罢免吗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预言 他说继韩国瑜之后 民进党恐怕还要赶尽杀绝 接下来的目标 有可能是卢秀燕 柯文哲 侯友宜 侯友宜还是那句老话 他会专心拼市政 那么柯文哲之前就开玩笑 他要拉侯友宜在他前面挡子弹 今天他又加码喊话 他说民进党真的应该要暂停一下 因为穷扣莫追 适可而止 划开民进党侧翼连书粉砖 划一划光是罢韩这两天 除了韩国瑜是最大焦点 第二大主角就是柯文哲 如今韩国瑜成功被罢免 柯阿伯剎来逮 话讲得轻松 但可不是开玩笑 建设了民进党的罢韩为例 就怕成为下一个目标 国民党加码点出 民进党要赶尽杀绝的 不仅是蓝营 而是所有在野势力 九十三萬罷函之後 民進黨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告訴大家 就是除袖 沙科跟警侯 對於權力的貪婪 可以到誰的 無所不用其極地步的震動 一定要找一個檔案的隨便 怎麼開 我把這個 大家放好 實在 我覺得四十年到這裡 應該是先發生下來 比如說對民進黨來講 人家說從我摸摸 所以你才好 他四個都是 玩笑開完也不忘認真喊話 尤其全面阻止在野擴大 民進黨已經出招 律委賴瑞隆 已經提案收法規範民選首長 在任期屆滿前 若登記其他公職選舉 得先解除職務 被稱為韓國瑜條款 也被解讀是瞄準侯友宜 罷韓成功後 後續效應持續擴大 侯科是否成為下一波的追殺對象 也牽動著藍綠白版圖校長 記者姚家鼎 陳文若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講到政治版圖 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緊接著高雄市長 大家說就是他陳其曼 陳其曼之前輸給了韓國瑜 但是官越做越大 做到了富格魁 今天他的第一個公開行程 就是到高雄參加活動 當然他是補選的熱門人選 但之前是不是會先代理市長 主要要看韓國瑜 他會不會提出罷免無效之訴 但不管如何綠營目前正在精算 如果韓國瑜不提的話 那麼陳其曼直接拼補選 如果韓國瑜提的話也不錯 因為陳其曼可以直接代理市長 然後他要代理完兩年半 再跳下來選 再選兩屆之後呢 加在一塊陳其曼可以掌握高雄十年半 等於是另外一個高雄的花媽 班韓岸通過第二天 富格魁陳其曼神采意義 第一個公開行程 就選擇重回高雄 受訪前還特意摸了下胸口 兩度鞠躬跟媒體致意 對於高雄 我跟所有的高雄人都一樣 不管我人在哪裡 這個都是我一直努力的一個目標 市政能夠重新定位 重開機能夠競速的上軌道 陳其曼喊話高雄要重開機 怨然向候選人發表證件 無論韓正銀怎麼出招 綠銀早打好如意算盤 6月12韓國瑜解職 行政院指派代理市長 人選由蔡英文索倫長敲定 此時陳其曼還不用亮底牌代理市長 對於整個市政的代理市長的人選 我想行政院會有基於 對於高雄市民最大利益 跟整個政局安定的一些考量 沒說自己要不要代理市長 只說人選要跟高雄熟 話不說死 就是要看藍營怎麼出牌 如果韓國瑜不提訴訟 三個月內就要補選 綠銀可能另找他人代理市長 讓陳其曼全力投入補選 補選成功任期是兩年半 可再連任一屆 最多當到六年半 但若是韓國瑜分別在公告日期 15天內認定中選會有違法 或是30天內認定 有票數不時會選 提出了罷免無效訴訟 訴訟相當後時 補選恐怕脫過12月25 陳其曼若直接代理市長 就能一路代理到任期結束 外加還能再選兩屆 也等於陳其曼最常能掌握高雄 10年半 機會不多啦 國民黨應該不會笨到 要跟所有的高雄市民為敵 免罵給答案的原因就是 他會有那麼多的變數在走 可是這個變數 其實是可以不要有變數的啊 他的這個投票過程沒有什麼瑕疵 要怎麼重返高雄 不管韓國瑜要不要提訴訟 陳其曼都已經沙盤推演 不提訴訟就憑不選 韓國瑜提訴訟 陳其曼代理市長也能一路代理 勝於任期立於不敗之地 藉皇明君王乃瑜台北報導 好對於這一切高雄市民怎麼看呢 今天在訪問當中有高雄市民說 韓國瑜呢誰要他跑去選總統 他嘴巴很壞 所以他給韓國瑜打了50分 但他認為韓國瑜團隊是100分 陸屏燈亮水溝通確實做得不錯 他也認為不需要趕盡殺絕 你們夜市的攤商則說 希望高雄不要再政治惡鬥 大家趕快拼經濟吧 藍英哲認為 如果陳其曼真的到高雄 來當市長的話會比較輕鬆 因為韓國瑜已經把基礎建設 做得差不多了 但是韓國瑜擅長的招商引資 陳其曼有沒有本事呢 大家會睜大眼睛見識 認真體解報罷免投票 前一晚高雄市長韓國瑜視察路燈 隔天一早又去美濃勘災 拼暖心市政 但93年9萬開票 結果證明市民無法原諒他 請假選總統 他是不應該去選總統 他不應該嘴巴那麼壞 但是他市政做得不錯 不用人家趕盡殺絕 團隊很強 他雖然只有50分 他的團隊100分 以四川夜光 夜光是那都好人 韓國瑜市政一年多 陸屏完成547條馬路重鋪 面積394.5萬平方公尺 燈量全面太換為LED路燈 可節省上億元電費 水溝通輕於107.6億萬噸 改善22處一煙水點 修復441處破水槍寒 登革熱本土案例 108年僅58例 109年至今掛鈴 他做了那麼多事情 而且陸橋 地下道有沒有 他全部都用了 高雄市民讚賞 韓國瑜市政團隊做得不錯 但呼聲最高的 新高雄市長陳其邁 卻認為高雄要重新開機 似乎否定韓市府努力 夜市攤商則是希望 男女別再惡鬥 我們在這裡 我不辦 我們不懂 國外國就好了 陳其邁他要求高雄reset 其實我認為他自己要考慮 像目前高雄的市政成績 多瓶燈量水溝通 這些應該做的基本建設 韓國瑜其實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未來的兩年 他不用再為基礎建設去煩惱 反而他目前要做的是 為高雄招商引資 當初不顧一切 選總統 韓國瑜 總統陸市長寶座被雙殺 綠營靠著高罷免票成功接手 溫蘭施政成績 同樣會被高雄市民放大警示 記者卻不是王書宏 高雄島